好 再来看小市民的痛苦 在高雄市这名富人大白天到邮局领钱时 她不知道她已经被抢匪盯上了 她一领完钱 歹徒立刻飞车冲上前抢走她的皮包 这位富人在拉扯之下呢 跌了一大跤 还是忍痛爬起来 狂追几十公尺 最后歹徒仍旧逃之夭夭 监视画面中 左上角有名鬼鬼噬水骑乘机车男子 把车骑到大树旁等待十分钟后 眼见一名刚从邮局提完前的妇女走出来 立即驱车向前加速抢走富人 放在篮子里的皮包 富人当场从脚踏车上跌了下来 她就挤了她说就顺便就这样拿走 好不过啊 踢了啦 感觉好不错 高钱高钱几块 就正建议她的手借在那边 她一直滑一直挖 我也不知道什么 然后我就快点开门才看 她一直走一直走 她走到那边那边去了 顾不良身体疼痛 富人猛然爬起来狂追歹徒十几公尺 可惜双腿还是抵不过机车的速度 最后还是让歹徒套之遥遥 这世上的都有 有人抢劫 常常会有 所以 所以这应该要加强治安 光天化日之下 歹徒竟然在人来人往的邮局门口 公然行抢 被害的无姓夫人 总共被抢走将近一万元的现金 目前警方已调阅沿途监视器画面 锁定机车车牌 要尽数抓到证明嚣张歹徒 中文西文说案情高雄采访报道